大家好,我是少年 长得臭的,难道就没有爱情吗? 长得胖的人,难道就得遭人嫌弃吗? 今天带你们看一部丑女翻身的理直电影《美女的烦恼》 尤拉作为一位女人,没有出众的外貌,并且身材肥胖 因此,她没少到了别人的嘲讽 而尤拉的工作,是情色电话服务 因为她天生有一个金嗓子 通过电话聊天,只需要好听的声音就行 因此尤拉也在这份工作,迷倒一个又一个的男人 但尤拉有一位老年痴呆的父亲 所以她不仅这一份工作,还得在后台替一位明星做假唱 而这位明星是当今最火的歌手 她的名字叫做苏菲,因为出名了 所以苏菲是打心底的,看不起尤拉 而尤拉也有自己的暗恋对象 那就是苏菲的音乐制作人,小克 在所有人的面前,小克对尤拉是表现得非常宠溺,非常爱护 这和尤拉总有一种错觉 小克是不是喜欢自己 而这些表面现象,苏菲都看在眼里 于是在小克的生日会上 她故意穿上和尤拉相同的礼服来让她出球 这一做法让小克非常生气 她告诉苏菲 不管有多么不喜欢尤拉 必须表现出喜欢的模样 因为苏菲能有今天的成就 是离不开尤拉的 可这些话,却被尤拉给听见了 自己果然是单相思 果然自己真的是想太多了 之后尤拉想到了自杀 活着实在太累了 但一通电话将她从死亡边缘给拉了回来 那是一位需要她声音安慰的整容医生 她的出现让尤拉看到了希望 于是在隔天她找到了医生 一开始,医生听到尤拉要设上进行整容 所以要赶走尤拉 可在尤拉将他们的对话录音带拿出来后 医生害怕尤拉会发到网上 于是同意让尤拉设上进行整容 这全身整容进行了一年的时间 在这过程,尤拉就人间蒸发了一样 不管苏菲以及小克如何寻找都没有消息 苏菲也因为长时间出不了新专辑 导致成了过期明星 而在整容成功后的尤拉 走在马路上终于赶太多挺胸了 而变眉后,尤拉发现整个世界 貌似都在围着她转 因为在开车的时候 尤拉因技术问题导致追尾 司机在看到尤拉这完美的龙貌时 竟然说是自己的问题 就连交警在看到尤拉身份证 与本人不符的时候 也只是将她带到警局 让她来找人能证下就行了 之后,尤拉也得知了小克 一直代替苏菲找假唱 于是她用自己的好嗓音 再次征服了所有人 但这一次,小克不是让她做假唱了 而是让她直接代替苏菲上唱 并有了自己的艺名,珍妮 而被公司抛弃的苏菲发了疯的 想要找到尤拉来给自己加唱 可不管怎么找,都没有任何消息 于是,她就开始自己苦恋唱功 但现在貌似已经为时已晚了 之后因为一些说话的细节 让苏菲开始怀疑珍妮 但随着时间的相处 小克对珍妮也渐渐有了感觉 再次送珍妮回去的时候 却遇到一个偷窥狂在跟踪,偷害珍妮 小克非常生气的,便想殴打她 但却被珍妮阻止了 因为偷窥狂只是喜欢珍妮 曾经肥胖的珍妮非常能理解喜欢一个人 却只能暗恋是多么的痛苦 她也趁这个机会来发泄以前 自己因肥胖而遭到小克虚伪对待的委屈 不久,珍妮终于等到了上台的机会 一次演唱让她彻底的爆红 在一次聚会上 舒菲将珍妮的父亲带到了现场 可她却不敢相认 这做法让我一直到真相的闺蜜 对珍妮非常的失望 之后,小克也貌似发现了一些疑点 在调查中,她也得知珍妮的真实身份 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不甘 在被小克发现的时候 珍妮都爆发出来了 整容怎么了 就因为你不喜欢整容的女生 就因为尤拉长得丑 珍妮长得美,就去别对待 你凭什么 而之后公司收到了珍妮整容的举报 一场大型演唱会将要被取消了 公司面临了大危机 但小克却拒绝取消演唱会 一切后果,她自己一个人来承担 演唱会照常开始 作为粉丝的父亲再次的出现 当宝安将要拉走父亲的时候 珍妮控制不住自己了 她在所有观众面前 坦白了自己整容的事情 说出了自己又丑又胖的曾经 而小克也在大屏幕 放出了当时珍妮还是尤拉的幕后演唱 本以为会是一场失败的演唱会 但所有人却并没有责怪珍妮 而是选择原谅她 但在事后,珍妮消失了 所有的专辑所有的镜头 全部都没有了 而新取代珍妮的一代歌星 也立刻出现 她的名字叫做尤拉 至于小克和尤拉的感情 尤拉还在考验她 其实很多人包括少年自己都是肤浅的 我们人是用眼睛看东西 第一次看的所有事物 有谁会用心去看 追求美好的东西是人类的天性 但是 谁说长得丑的就没有爱情 就得遭人白眼 这世上从不缺好看的人 而有趣的灵魂却是少之又少 内在的美比外在美更加重要 当一个人已经丧失了良知 哪怕给他一副清过清澄的龙貌 乱又如何 拿出真心对待身边的人 你终究会收到回报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